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iPhone 5S即将在台湾开卖 各家电信业者都陆续开放预约 中华电信今天上午10点1开放网站的预约登记 所有规格在40分钟内都预约一空了 这是中华电信首次针对iPhone采取各规格限量的预约 结果所有规格在40分钟内都预约额满 而另外远传电信稍晚也宣布 由于iPhone 5S跟5C的登记人潮超乎预期 因此远传的门市还有网路的预先登记 将在今天晚间深夜12点截止